老師您進到這個OneNote群組之後啊 除了說我們在這個訊息裡面 你會看到我公佈的一些資料 那我們這裡也有個即時的互動擺板 如果老師不好意思發問的話請來這裡 這個是Google的繪圖 平常老大部分大家都不太用這個工具 都覺得跟那個Office提供的繪圖工具 沒什麼兩樣對不對 但是它有個好處 因為它是即時的線上即時互動 而且還有什麼 歷程可以回溯 還有歷程可以回溯 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你看每個人進來都會是匿名的 都會是匿名的 所以呢 誰在幹嘛這上面會馬上看到 那這個你現在看起來太小虛 因為我們現在解析度比較低的關係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或者是您在這邊你看 一般標準的您可以點文字框 直接在這邊就打字了 好那我們在打的時候 待會老師在打的時候呢 其實 大家會同時看到 所以你看還有另外一個老師 有沒有 立民水雕也在打字的會看到 這是第一個用打字的方法 好那有些老師覺得我用打的好像比較慢一點 沒有關係 你可以直接來這邊 這裡有一個塗鴉的 因為有些人塗的比較厲害 反正這都即時了 你看還有一個 有沒有 浮喉也會進來了 在這邊 所以我們會即時看到 那您在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就會在這邊就是 我會隨時過來看一下 好如果你不好意思問了 或者是剛好我正在講 某些內容 你不好意思打斷 你就在這裡提一下就好了 我還有測一下的有沒有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貼圖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就把圖片複製好之後 直接貼過來也可以 也是OK 而且這個好處是什麼 它有所謂的 因為我現在這個不是管理者 所以這裡看不到不能用 有沒有 要修訂版本紀錄 那如果您是管理者的話 我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所以有些同學以為 他進來這邊之後呢 講了 寫了一些東西 擦掉就好了 我們可以隨時回去 看到他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 跟Google的文件一樣 都有這種歷程可以使用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您進到這邊之後 在我們右手上面這裡 還有一個任務 我們真正的教材內容 就是您新制圖上面看到的 新制圖上面看到這裡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的內容 我都擺在這邊 所以您進來之後 有不同的任務 那每一個打開 都有相對應的資料在上面 那麼大部分 都是我部落格上的文章 也蠻認真寫的 所以在這邊 你會看到比較多 您就可以進來這邊看 那麼右手邊呢 右手邊這裡 您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 也有一些 就是 其實本來 剛剛最新消息那邊的 那個檔案其實都在這裡 都在這邊 放大一點 看得比較 沒有都在這邊 都在這裡 那您把這個三角 請按一下 完整了 會全部都出來 如果沒有打開的時候 就是一次看到五個而已 一次只看到五個 那這裡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那個Sweet Home 3D Sweet Home 3D 我剛才上完兒童班 不好意思 我的教學年齡層比較廣泛一點 從 出社會的 到專 然後高時 然後一直到國小 到我在一家 這很好玩 不一樣的 那這邊要跟各位講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我怕說網路速度比較慢 所以 我這邊給各位 它標準的安裝板 這是檔案比較小 好像40幾MB 但是 您如果真的要 這個軟體要比較好玩 要比較多的模型 我這邊就有加強版 這700多MB 就放了很多模型進去 那小朋友像我們兒童班 我們就這樣玩 就很好玩 所以這個是 第一個就是 檔案的部分 另外呢 我們剛剛 老師已經看到 我們上課很多錄影 所以您可以從右手邊 這邊點進去 待會呢 就是會邊上課 我就會邊把我的影片 傳到上面去 所以如果您有需要 就隨時可以到這邊 來觀看一下 這樣老師您OK的嗎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好營 你 因為 你